大家早晨,来到星期五 昨天,亚太区股市升幅以日本的1.8%和泰国的1.465% 跌幅以深圳股市的1.579% 深圳股市明显跑输了给上海股市 欧洲股市全面暴升 以英国表现最好,升了0.524% 之后的美股三大指数也是暴升 升幅是0.37%至0.93% 形势有利港股继续进行 括弧四中四中 一的二浪反弹 目标是0.618 相信大家也计算了 再看一浪的起点 微浪一浪的起点 五大指数 在昨天香港收市的时候 看黄色底的指数 白色底的是期货 我给大家看 全部都是报升 升幅呢 最明显的就是红筹股升了1% 成交更压比率 和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更压比率 比较好多 高过平均数 中立指数 但南筹股还没得 国企股还没得 红筹股还没得 比较容易的 比对分上一个交易日 即是24小时前的下5-5-5-3 是没有起跌的 那么这么巧 没有起跌 港股全部都偏好的 看到偏高的幅度 偏高应该是比美资期货 就有0.35%-0.8% 现货主板市场 非省会主动买股 比率53-47 就不太配合上升的动力 也反映出下跌动力也不弱 近高于过去50个交易日平均的52-48 全日继续德斯金正主动买入 已经是第28个交易日 40亿 和过去50个交易日平均的41亿 差点点 现货主板总成交更压更加 北水回来 1,611亿 高于平均的1,067亿 全日资金卖空金价比率 就进一步跌到15.320% 低于平均的18.073% 我说平均是过去5个交易日 交易日的意思就是 不计星期六日不计假期 BBI好弹指标 超短期 偏好 短期 偏淡 也不是偏淡 就是偏淡 低于50亿 就是偏淡 中期 也挺厉害淡的 28点多 长期就47偏淡 我最担心的是中期 中期跌至28.944 就算现在市场上升也有短期反弹 恒生指数,阴阳烛日线图 再次下市保力加通道底部支持 接着是反弹,想挑战保力加通道中族的阻力 由于中族的阻力和底部支持 都是缓步地下移 特别是底部下移的速度更快 形势对指数就不太有利 除非好优公分是中族上站稳 当前急務可以说 SAR淡 RSI就好分了 升到5天平均线上 但两个都未分上50 还未可以那么安心 好优 STC是淡 MAC是淡 1,2,3,4 四淡一好 形势香淡 港股 其多好淡大户 角力的情况 家园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恒指其国是升和升 国指其国都是升和升 好分很多 对比对分过去的3加2的情况 比对分过去的3加2的情况 好多了 起码都是底的支持力 购买力增强了 代表 天尼值继续是负数 不过负的数值 是缩减了 那就升了一点点 -561 可以到-400 就升了 但是如果计多一个绝对值 就减了 不要骂乱大家 这些 家园平均偏离值 -1.6% -1.9% 国际指数 期货 表现依然差过恒生指数期货 再看 就是我们的恒生指数期货 15分钟 这次没错 昨天弄错给大家看 昨天弄错了小时 好 略是高开 急升 急跌 倒跌 再大幅反弹 整体走势又怎样 都是跌的 你这样看不清楚 跌 掉头跌 低过之前的低位 升 低过之前的高位 那还不是跌市 特指期货 一样 特指期货 一样 都是跌市 这里 开错了 开错了 表 不要紧 那我从下面开上来给你看 大家等等 啊 因为呢 这个礼拜呢 很多事情做 很忙 人又不够睡 所以就 表现就差点了 正常的 大家都是记住 争取多些睡眠 可以的话 没有办法 我都明白的 大家放了公司后 就很想娱乐 哎呦 看不到 诶 诶 发生什么事 OK 我人手做给大家看 因为 过了7点多 有些数字变了 我人手做给大家 这个表情是我做的 好 那我不做这边了 因为这边是总数 我只是省点时间做这边 给大家看 我把数据 呃 正数 这个数 应该是 大家做下去 评讯数 一手补回 明白大家可能要 娱乐的 但是有时候也是太猛烈 放弃一阵娱乐 没办法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live 包括娱乐 包括休息 休息应该行先娱乐的 好 那就是 对对 没错 好 行指期货 昨天是这个 未平出合约总数 正数 两个月份合约合计 是0.4% 就是减少的 科指期货 科指期货 减少的 不是减少 sorry 说错了 不变的 不变的 有减少不够 不够2.5% 所以是叫做不变 这个也是不变 这个也是不变 原来昨天是三个不变 这就容易分析了 下来先看个表 容易分析了 分析是什么呢 全部跌市不变 就代表 无论中司 或者外司 或者科技 股市场里面 淡油都在开新仓 逃利的同时 好友在评求仓 计数 跌市不变 代表今天的市 可能高开 都觉得走势 整体走势 都是反复再跌的 整体走势 可能大幅度 比较誇张 我不是预期的 灭口高开1,000点 反复跌 最后收市 升100点 还不是升市 不是 这是跌市 我在刚才教育的时候 讲期货 讲大市 教你如何 深入的看日子 都教到这些东西 好了 接着我们讲 12个恒生众物行业指数 超短线 最靓的 现在应该是 能源股 和公用事股 短线 就是能源股 工业和事股 之余 加多个原材料 如果大家今天 如果是超短线 即市 或者三几天 短炒 这个的 这些 电购权证 就留意这些板块 它的相关衍生工具 接着 接着 33个行业类别 33个行业类别 蓝色 资金正主动买入 是多些 对不对 大家看到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有多少 4亿多的医疗保健业 保险业 3亿8 6亿多 资讯波及器材业 地产 3亿多 石油及天然气业 4亿多 一般金属及矿石业 3亿多 资金就留意 这个更多 广资服装及配息 8亿8 读了很多 2亿都不读 那么少 相对地 远期服务业 成交金額 通常在这个位置 第一位 他们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是多少 是10亿 10亿 工业3亿 这些表现差一点 没有质货的情况出现 再看 我们 五百零二赤 恒生存在 指数成分股 好 详细看 资金正主动买入 最多7亿 小米 5亿的李明 3亿6 復星 3亿4 中海 中国平安 2亿4 这些都是资金 在低位一路掃上来 或者是高位跌了 时 价格越跌 就越沿途 继续掃破 主要的股票 初五十支 是三只跌 其他七只升 下跌 有復星医药 中国平安 京东集团 连仓52周 新高为 做理零 中国侨黄1378 排第九位 资金正主动买入 1.380,000 原日升幅最明显的是海耳资加6690升了7% 还有里宁是6.49% 跌幅更为明显的是14%跌出的伏星医药 伏星医药如果计为昨天跌幅 过去国家每日还有4.772%的累积升幅 就是说昨天出现的很明显的回头 另外我想和大家看看就是中国宏企 创52周升高13.76% 刚才说了里宁是7.1元 创52周升高,它累积的升幅过去5日已经接近11% 主动买沽比率是7.1比29最显眼的就是里宁 代表了65.1就是短期的新的重要支持位 其他的都不够6.6比6.34 那不说了 那自己有兴趣,应该自己可以看到 看到6时候而已 比如这些 就表示12.94前面数货很重要 中国买沽比率是6.4比36 虽然不够6.6比34 那64比36 足以代表12.94未必是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但都应该被视为即时的重要支持位 我们如何看法 究竟是短期支持位 还是即时支持位 就是主动买沽比率 够不够高了 2比 哇,很多够3.0 即是说 代表买入最低价和最高价之间增持很激烈 包括4倍的伏星医药 3倍多的中海油 和3.6倍的海尔茨加 还有下边創52刷新高 还有很多读一读 中国铝业4.77元 中国神华17元 特部国势7.5.5元 汇汉49.4元 新州 是不是新州国势 不是,看错了 中国财险7.94元 大家这些都要留意这些股票 一创新高 最近其中一个低位 就是你的指责位 如果你买了的话 看我的专门中的分析表 里面显示 里宁是表现最佳的 第二是小米 第三是海尔茨加 刚才很少提到小米 看看小米有什么特别 没什么特别 只不过主动挥股比较 又叫做配合的升势 量比较接近3.0 大家看着24.95元的支持位 看看可不可以升到25.95元 要转看 资金正主动卖出最多 表现差的股票 在502只 恒生综合指数成份股 最差就是6亿 4亿的美团 2亿多的信仪光能 哇!信仪光能真是大件事 10.9元 OK 20多元买了那些真是惨 一路沿途混那些更惨 星的建策民航 比亚迪电子 中国飞航 OK 升跌幅 一只最大的5.782% 信仪光能 过去五个鸡 累积跌幅 又是留意这只 信仪光能 跌了17.68% 13元 还有很多人托 进去混货 接着呢 主动买股比率 没有什么特别 很正常的范围 这个呢 35比65 就差点 就是中国建材 小心 11.38% 前面 扔货的情况 是挺明显的 小心 一路最内扔 穿19.4之后 大家要留意 比率 是3.426% 3.426% 3.426% 是斯摩尔国际 有什么 留意 51.9% 最低位 和55元 最高的股价 股价向哪里突破 主动买股比率 就不漂亮 43比57 你看这个 就向下突破 机会大些 知识分析分析表现 是表现最差的 谭讯 昨天 访问一下 升跌 没有起跌 主动买股比率 又不算太差 47比53 因为成交量大 第二 信仪光能 第三 是工商银行 这两只都是 暴跌收场 看看工商银行 是不是工商银行 有没有听错 第三 是工商银行 没错 工商银行 看不看 不算太差 46比54 主动买股比率 大家要小心一点 一会儿说 一会儿说 软件服务业 软件服务业 刚才有10亿 我记得 资金主动买出 其中6亿就是 腾讯 4亿多 就是美团 这两只加上 已经10亿了 政治安情主动买 因为他负 正主动买出 已经10亿了 令到他没那么差 就是 这只 只有1亿 都不够多少 1.6亿 冰冬集团 这10只股票 最后呢 就三只升 其他都是跌多 除了腾讯 阿里巴巴 快手 和明月魂的升 创52周 新低 有一只 是百度 187元 升跌幅 不够5% 全部 过去五个交易日 累积的升跌幅 够10% 很多只 最劲的是 心动公司2400 接着就到 微盲集团11% 行騰网络10.1% 和百度 都10% 这些表现差 其实在网买全部是绿色的 过去五个交易日 都是 跌的 累积来计都是跌的 证明这些 软件服务业股票 还在找底的 主动买股比率 很正常的范围里面 这些比较好一点的 60比40就是 京东集团 代表293个陆前边 都有个 买家 都是大户来的 成交了 9亿 不是9亿 不是9亿 成交金 看看没错 9亿3900万 代表最低的293个陆前边 大户买家 都数货 意欲都不低 量比较3倍 有3.6倍的 心动公司 行腾网络 3.1倍 大家留意 各自高低位 之后向哪里走 高低位 一起看 上升动力最大的 是阿里巴巴 表现最好 10只之中 接下来到8度 第三就是快手 你没有说快手 看看 回问全球 快手 升 过去没有交易累积 跌的 主动买股比率 没有配合 4.46% 差点 下跌 继续留意 如果跟昨天美港股收市 时 美知其他比较 这10只股票 有偏高 有偏低 有没有特别 不算很特别 但说一说 偏低了4.8% 心动公司 偏低了4.4% 行腾网络 这10只 在中线盘盘盘 都全部表现很差 当中999 就直接援入 我选股名单 0.7只很差 最美的就是 110级 就是阿里巴巴 相对地最美 不是它美 既然是这样 不如我们分析 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这张是日线图 在这里 大概是3月初的时候 它就下了一个 横行反复上落区 它就尝试在最低位 拉直线 最高位 拉直线 这两个平行线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 反复上落区 我们叫横行区 那究竟是否继续 它未必要刚刚碰到的 比如这里 今次不到 它会不会 在这里继续上落 我看的机会就很大 那什么时候 阿里巴巴 转得好 起码都要站稳 这条线的上面 那还有一个看法 那待会再跟大家讲 详细讲 平均线分布形势 因为20天平均线 是横行 但是50天平均线 就下跌 那今天 有少少机会 20天平均线 回到50天平均线 上面 但我不说升破 为什么呢 它也没有力升 是人家压到你 令到你回到上面 我说回到上面 那如果是这样 那这样的形势 就不止于全面利淡 暂时是全面利淡 那昨天呢 就有少少反弹 有些羊竹仔 但是就 成交都是一般 好了 那讲完 这一天之后 稍后再详细 跟大家讲阿里巴巴 那大家在 十多钟 留意收睇 那我现在最后讲 就是当日美资期货 美资期货 现在是4196.12 升了0.636 那香港 开市的局 都应该 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的新 离淡消息出现 应该是高开才对的 那合理值 高开269点 恒生指数是28906 那即使初步看 波动范围 在28343至28925 之间就为之合理 如果是向上突破 再看就是2906 是70 再升的话 那如果没有新消息 也很难 真的有的话 就是29215 向下突破的话 即突破这个位置 28343 机会是小一点的 那我们就去看28202 很差的情况 单边电视出现 最差的情况 今天即使看 我就会看 28069 最多看到 一会儿 10点半再见 大家 2807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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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